2019年亚洲杯足球赛昨天晚上在阿里吉祖国阿弥陀里拉开了 阿弥陀佛的国家对整个体系的建设方面 我觉得它是帮助中国族协完成了一件过去中国族协 三十多年来就没有干的事 2017年5月2日国家二队成立后 礼皮教练团队接管了各级国策号球队 相比于被动的在十二强上继活 2022年世界杯的备战一定不能输在七百战上 如此以总设计师李批为主导的大国家队概念 一样一样而生 因为我怎么讲我觉得当时的整个这个情况其实是非常好 一方面国家队正常赛主席 第二个国家二队 第三个我们还不能忽略一下 当时有个95年龄在123 怎么国主 就是平时在大名单之内 但是没法跟队去参加十二强赛这种比赛的队员 他希望就是这些队员能够尽快地掌握自己的理念 因为他知道未来肯定是这些人的 因为李批一直希望国家队有一个国家队的这种视频性 他对123国家队也是非常重视的 马达罗尼又是主教练 而且马达罗尼在执教U23之前还带了一期U21的几群 现在来整个技战术里面要求一脉相同 所以这些队员进入了国家队之后 对于李批的整个这个技战术里面并不默 也就是说这些年来 中国国字号各级国字号队 从来没有像17年这么顺利 从那个时候李批就开始已经规划了 已经规划这个2022年了 因为又为什么要建这国家队队 他就希望很多的这种年轻球员有一个传承 李批语2017年从国家队到国家二队到123 这个体系好不好 横我承认 但是你需要有成绩来支持 好 我们看双方球员已经出场 这里是东京的未知宿体育场 漂亮 有了 漂亮 这一脚是门 韦诗豪 韦诗豪 他的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迎来了尽头 东亚杯我记得李批是得带了五个还是六个 123球员去踢 包括从年龄里面 唐师也好 韦诗豪 刘一鸣 高等 这几年这些球员都是123国家队里面 球里面的叫123国家队里面的 我觉得这个经常参加集训的 而且第一场比赛就安排所有人都上 这个是当时让所有人都觉得 就是一个教练居然在队阵日本韩国的比赛当中 安排日本年轻选上 你想这个是占据了主力阵容多一半了 这个而且打得不错 其实参加这次比赛的目的性已经非常的明显了 就是希望通过这次东亚杯的比赛能锻炼到新人 给五到六名新人更多的参加国际比赛的经验 在他们六个人之间有些人表现会更好一点 有些人会少一点 但是总体来说六个人的表现都能让我满意 尽管中国队两瓶一副 未能在东亚杯取得一场胜利 但这一批25岁以下的球员还是征服了李提张替的眼光 此夜没想到 希望之星在热身赛上的高光表现 却为意大利人之后的改革和抉择 埋下了伏笔与隐患 其实这个比赛对中国队来说比还是挺大的 输的确实是比分有点大 然后李提自己也没想到 但是他看来可能觉得后车会给自己给点面子吧 结果没想到就是这个是就没给他面子 结果我们一共就打了 结果打了一开始就打了 几场比赛对中国男主来说 因为一方面这个比赛是在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球队其实在备战这个联赛以及亚冠这样的一个比赛 很多球队其实在那个阶段是有伤病情况的 那么像是球队很多主力球员都没有去到国家队 另一方面其实中国男主在那个比赛当中所面对的对手 大家都知道都是世界一流的全队 其实这个比赛对中国人来说打击还是挺大的 输的确实是比分有点大 然后李提自己也没想到 他可能没有想到队员们在T12强赛的时候是那个 然后到了中国杯又是另外一边的 这种心态的变化不如说你在场面海啊 你要给我顶住啊你要给我加油啊什么的 这不是那么回事 就像我跟你打仗的时候 我们是拿着步枪别人是炮火过来的时候 你说你一定要给我守住的时候 你拿那个长枪 你怎么去可能去顶人家怎么这个炮呢 你顶不住的 其实我的印象很深就是中国杯第一场比赛 0.6输球之后 李提在这个发布会上做了一个很长篇的 就是类似于演讲的开场白 就他大比分输球的时候他平时是不太愿意 就是做这种开场白的 他就记着这些提问吧 但那场比赛结束之后他恨不得得讲了得有7% 我希望呢 所有学员来到国家队之后呢 你抱着极大的自豪感还有荣誉的 拼进权力去捍卫他们身上所代表的 中国的中国国外队的荣誉 那如果他们做不到呢 与其就不招他们进国外队 希望所有学员到了国外队之后呢 都拿了权力以后 当时李皮过来说我向全国的球迷先道歉 因为市场推租队踢得不好 他说我今天做错了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呢是我选错了23人大名单 第二件事情呢是我选错了首发的11个人 但是李皮你说他心里有没有这种固定的主力阵容呢 他是有的 只不过他愿意还是愿意做不同的这种尝试 有很多年轻队员是来到了球队的 但是再一次次的这样一个比赛下来 可能李皮觉得这些年轻球员还是缺乏一些比赛的 经验 但其实经验的欠缺就是能力方面的欠缺 他是自己技战术能力不够 导致了在场上信心不足 然后这个显得缺经验 他说我不是没有给中国年轻球员机会 但是经过我的考察之后 好像他们并不胜任这样的大赛 这是什么原因 就是说他认为年轻球员还没有达到这个能力 这个比赛可能也给他敲醒了一个警冲吧 告诉可能我们的队员有的时候 面对不同比赛的时候 可能会有不同的这种感觉 当然这是他之前 我觉得这是他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 8月24日雅加达亚运会八分之一决赛 中国U23队在沙特人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一路被对手领先四球 这样的溃败已经暴露出年轻球员难堪大用 铺天盖地的讨伐声中 李基团队开始被质疑被攻击 成功队之后 其实他也有一方面是在为U23国家队去培养人才 但是经历了这个亚锦赛和亚运会的这个表现之后 可以看到这支队我没有出成绩 因为你U23的亚洲杯小组没出现 然后U23那个亚运会 然后你被沙特打成那个样子 竹鞋开始质疑李皮这个还有他的助手 我觉得这种质疑是很正常的 我个人感觉最大的失误 是让马达罗尼指挥U23国家队 我觉得这是一步透气 教练当然是有责任的 但是你要都推到教练身上 我觉得也不妥 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问题 还是在于这个球员本身对这个 基甘树的这个贯彻能力上 因为我们在亚洲杯上也看到了 2000年的球员都已经开始进球了 包括在世界杯上我们也看到 慕巴佩在世界杯上已经大放异彩了 说实话 U23球员其实要是你水平够的 早就应该你18岁就应该能打到一线队 你20岁应该就联赛主力位置 起码主力轮换 你就应该有这个能力 能站住脚跟了 而我们现在还在讨论这个U23到底年不年轻 到底该不该上场 我甚至看到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中超的外教 说我们现在让U23球员上场是拔苗助长 我觉得这种说法就是非常的不负责任 但是我们现在还得管这个U23球员叫年轻球员 就是还得让他们去增加这种大赛经验 本来就是一个很别扭的事情 就是23岁已经不年轻了 就应该让他们上场 当然了 可能我们现在这种水平能力年轻球员 确实不到位 随着中超U23政策 以及U25大级军队方案的出台 看似让年轻人有了更多的出场机会 殊不知 这种亚苗助长的政策保护 并未在根本上提高后期之旧的竞争力 相反 他们连一分钟的上场机会都捞不到 中国的整个这个U23球员 或者是更往下年轻的整个队员 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 在亚洲没有竞争 或者说是没有信心 信心是靠什么来的 是需要成绩来支撑的 你想这个U19的这个亚青赛 我也在现场 包括上一届的这种亚青赛 我也在现场 97年能断 98年能断 然后992000年能断 我们都是小组赛都没有出现 再一个从过去的经历来看 我认为现在中国队的年轻球员断党 不是断在97以后 而是应该挑大量的9395 这波球员的成长有点偏慢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 刘冰冰 吴兴涵 谢鹏飞 徐兴 廖立生 几个球员吧 但是你看这帮球员 其实真正现在是黄金年龄 26、27岁 应该挑大量的时候 但他们往往并没有抖出来 这就说明什么 就是说明我们现在这种 青少年的国字号队伍水平 在亚洲已经 并不是特别突出了 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采访国家队主角练卡马乔 可能卡马乔是一个很有争计的教练 但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 就是你的青年队 你的少年队都没法进入到这种世界大赛的舞台上 你怎么能失望你的这个成年国家队就一定能进入到世界杯呢 其实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2018年在中国国家队打印度国家队之前 中国的两支青少年队伍已经和印度队打过比赛了 我们的2001年龄段队伍 打印度的2002年龄队伍 大人家整整一岁 我们是一比零勉勉强强 我们是大人家一岁 我们的2003年龄段队伍 在上海金山杯赛 跟印度2003年龄段队伍 打比赛的时候 我们是靠了两个点球把人家赢下来的 比赛快结束的时候 印度教练把印度队全部招过来 准备队打了 要不踢了 那么我们的国家队 把印度队打个0比0 很意外吗 因为现在123这批球员达不到 像现在85年 87年 89年这批球员的水平 我觉得他们达不到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不是低点 现在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点 我觉得低点可能 可能下一阶世界会更低 我们中国足球就是因为什么东西 说一千刀一万 这么多年来 大家诟病中国足球 就是因为没有成绩 所以每一个领导上来之后 都希望在自己的任期之内 要点成绩 建一点量 只要建一点量之后 可能情况就会不一样 但是实际情况是越是想要建练 越是建不了人 所以现在东西就走入了这么一个 一个情况 Ведь是幻想 maple 坐在一起 leaked到这个 reservation 避免座 达在倒不如 船cel 停ardan 加放台休息 纸士